晚上突然在房間裡面聽到蹦蹦蹦的聲音 然後蹦蹦的聲音長達大概20分鐘 然後一開始我也不相信說一介紹沒有人 然後一開始只有看到幾隻野狗在我的車子前面 一開始我不相信說他們在吃車 因為也很荒謬 後來實在覺得情況不對勁的時候 我就下樓看 才發現自己的車子已經被咬得面目全非 也都是指定的 有一個衝動的地方 內地的車子 然後再用過來 直接頭子裡被咬得了 再用來做一個衝動的地方 很幸運 等候選東西 或者選擇 超級的分配 很努力 然後換上換格子 因為是外在山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馬上被咬的話 讓情況是誰要遞的 真的很希望相關單位可以趕快 處理野狗野貓的問題